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昨天放榜 錄取率有百分之九十七點九八 是指考開辦十八年來的新高 不過今年有二十所學校 共缺額了兩千七百三十二人 比去年的五十一人增加許多 大學指考 明年轉型分科測驗 考分會上午公佈末代指考的分發入學 結果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九人 完成志願登記 錄取三萬三千八百六十九人 錄取率百分之九十七點九八 是指考開辦十八年以來新高 分發錄取率創新高 主因就是徵選名額回流大增 以及少子化導致報考學生下降 而今年除了總錄取率創新高 非應屆考生有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完成登記 最後七千四百七十五人上榜 佔所有錄取人數百分之二十二點零七 也是歷史新高 舊課綱的轉換 那所以能夠習慣於過去的考試模式的學生 今年就會回流 那我們也發現可能很多這些已經進入到 甚至就是在外面的補習界的學生 甚至是進入到大學的學生 他們也都會回來考 舊課綱最後一次指考 有七百名考生落榜 創十年新低 但二十校兩千七百三十二個缺額 是去年八校五十一人的五十三倍 北部老牌私校文化大學有三百零三個缺額 校方指出缺額不是平均各系減少 而就業方面不明確的系 減少的較明顯 以學群來看外語學群四百八十九人缺額最多 缺額比率最高是油氣運動學群的百分之三十一點零六 考分會認為國內這兩個學群的消息不少 會報考選田的在其他領域或選擇道路也多 不一定會堅持選田有關聯 記者林小惠 沈志明 陳立峰 台北報導